华盛顿邮报5月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美国政府于5月5日正式通知国会 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这一军售计划 报道称国会历来批准与以色列的此类交易 但是这次尽管民主党领导层有多数人都赞同以色列应有自卫权力 但也有部分议员对此持有怀疑 有部分人员就曾表示 以色列轰炸加沙媒体大楼和平民受伤的报道令人不安 而拟议中的军售计划可能会加大民主党内部的分歧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日宣布 除了此前承诺的在7月4日前分享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肺炎疫苗给其他国家以外 美国将增加2000万剂疫苗 包括莫德纳 辉瑞 强生和阿斯利康四个公司生产的共8000万剂疫苗 将经过联邦监管机构的批准在运往海外 美国也将与国际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合作 确保疫苗的安全和公平分配 墨西哥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8日宣布 经与美方协商决定将禁止两国边境非必要陆路跨境旅行的禁令延期至6月21日 同时透露自6月22日起有可能放松相关限制措施 洛杉矶学区校长奥斯汀·伯特纳17日宣布 在本学年结束前将在250所校园内为12至15岁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为秋季学期铺平道路 伯特纳说他认为这项努力既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措施 也是一项建立信心的举措 将说服更多的家庭重返校园 这一计划将于5月24日开始 疫苗将在学校和流动诊所提供给学生 但也有官员们担心 仅仅把辉瑞疫苗提供给附近的学校 并不足以帮助12岁以上的学生及其父母 他们需要通过激励措施 例如提供奖品 比赛 现金补助等措施提高接种率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17日表示 随着把一冲突持续进行 联合国接到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报告 目前已有超过38000名流离失所者 在联合国下辖机构开设的48所学校内寻求庇护 有超过2500人因住房在空袭中被毁而无家可归 杜加里克说 联合国驻加沙人道主义协调员黑斯廷斯已经呼吁 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应立即允许联合国与人道主义合作伙伴 向加沙运送燃料 食品 医疗用品并派遣援助人员 目前联合国正继续与各方开展积极沟通 以立即实现停火 5月18日 国家名片《紫金归宝》 故宫主题邮票特展将在故宫博物院摘工展厅对公众开放 展厅内容分为江山多礁 《美轮美奂》《大有寄藏》《游船万里》四个单元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在于邮票与文物同框 历史与时代相应 首次将新中国发行的故宫主题邮票和相应的故宫文物合必呈现 展览现场共展出邮票56套1732枚 邮票手稿等珍贵展品54件 联合发行首日风13件 配合邮票展出的25件故宫文物 涵盖书画 玉器 发廊器 青铜器 瓷器 家具等多个门类 与同主题的邮票对比展出交相辉映